Hello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介绍桑普频道这个节目 我们继续和大家讲一讲 关于香港两单的司法案件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桑普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广告 和利用Superfans的功能 赞助火金支持本日 希望另外有动力和资源 继续做下去 我们看看两单司法案件 都是4月10日的一个新闻 第一单是关于侮辱国歌案 这单案件是很少媒体报导 除非你看法庭线 亭罕这些 关于法庭新闻的网媒 就会报导 根据法庭线的报导 有一名男子涉嫌在 世界女排联赛侮辱国歌表证成立 邮班总督策拍片 只发嗦声 倒树母子 因为他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这个是 施问谁 魂魏法声 基本上是 这个是 Le Missed Up 《悲惨世界》 那个舞台剧 的一个 中一首歌 这首歌的话 就在2014年开始 其实一直都在香港中唱的 基本上是 关于 就是 专制政权 对抗自由公民之间的一种压迫 自由公民发出了喃喊 有一位21岁的男子 涉嫌 在2023年 在红管 观看世界女排联赛 播放中国国歌的时候 发出哭哭声 杜树母子 被身旁的邮班总督策洩漏 邮班总督策 哇 真的不知道 这个就是香港的情况 你做这些事情 你不知道旁边有什么看着 邮班总督策 整程 Videotape了他的情报 Record了他的情况之后 这一位21岁的男子 否认侮辱国歌罪 昨天10日 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受審 这一名总督策作公 就说有留意到 被告就在中国国歌的时候 发出哭哭声 压权 拇指向下 坐下 和双手暗耳 那他只是表达他的意思 哎 侮辱国歌 因为是国歌法 那控方播片的时候 被告唱出歌曲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是其中一段 那就是 播片的时候 被告唱出这首歌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然后整首歌 他没有唱 其中一段 然后拘捕警员 这个警员就说 被告警戒之下 说因为我不喜欢中国队和中国国歌 我不喜欢中国队 我不喜欢中国国歌 所以就有这些 基本的生理心理反应 那被辩方质疑被告有提及 是因为一套动画的缘由 而说出这个句子 警员不同意 那裁判官林志康 裁定表证成立 被告将会出庭作公 将会传召精神科医生专家 今天法官进去专家 在被告作公期间 在庭内观察 案件周四就会逐审的 大家今天会逐审的 那大家看到就是 控方的代表 大律师叶志康表示 会传召三名证人 其中驻守西国龙总区行动局部的 总督察郑俊杰作公 就说 按法日 无需当席 身穿便服 和家人去到洪馆看这个比赛 当时和被告隔着楼梯的 即是洪馆有楼梯的 隔着楼梯 他说 留意到被告作出不尊重行为 形容奏中国国歌时 被告作出虚声握权 母子向下坐下和双手掩耳 平唱英文歌直至国歌播放完毋 那这个郑俊杰 邮班总督察就说 因为司宜被告干犯罪行 因此录影并章片段交给警队同事跟进 控方播放这段片的时候 辩方大律师关文慧提出 国歌条例所指的奏唱的礼仪 关注播片需时 庭内人士需要缩纳等等 控方就说 因为处理政策阶段 但没有异议 需要暂立 那法官就说 同意现时在播放政策 当中牵涉播国歌 但不等同奏唱 故不会指示庭内缩纳的 我真是为了这个关文慧相当鼓掌 喂 你要播国歌 你播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缩纳 不是 你要钉个牌 然后赶我出去 然后法官就说 一播国歌不等于奏唱 于是乎 就不需要缩纳了 关文慧 说得好 真是这个 厉害 就是我们做现在香港律师那些 顺劣 劣到那个位置 哎 就除了例外 每个人起床 不起床告你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 关文慧另外提出 被告患自闭症和专注力不足 这个事实 这个被告是 你看到他整个反应是 有自闭症和专注力不足 因此会有些和普通人不同的反应 说他有时可能会发烧 重申他并非不尊重法庭 希望法庭见谅 被告在审讯期间不时发笑 即是简单来说 他有些精神 和一般人不一样 恐慌其后播放片段 镜头转右的时候 可见被告伸穿卡奇色上衣 短裤戴上红黑色的鸭嘴帽 黑色眼镜 当就在中国国歌 他坐在座位 双手闇耳 唱出音乐剧《孤星女》的歌曲 《孤星女》是悲惨世界 The name is miserable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是其中一段 直到播完国歌 郑总督察确认 片段是为他所拍的 郑总督察说 他及后致电红磡分区 助理的指挥官 总督察刘建行 叫对方调配人手 但因担心被告会离开 因此继续监视被告 又说也觉得他是比较激进 比较热情的歌迷 所以有一路看着他 被告大概半小时 准备离开 郑督察尾随着他 其间又看到便衣的突遣女同事 两人一起截停被告 其后将被告交由 同事跟进子 回到座位 郑总督察在辩方盘问之下 说两队练习生前 首次留意到被告对中国队发出虚声 引起附近观众不满 并以粗口骂他 郑总督察说 没有留意到被告自言自语 大声叫嚣 控方又问 有没有留意到被告在保加利亚队 得分时会欢呼 中国得分时会发出虚声 郑总督察的印象模糊 说没有专注求赛 因为当时只是关注被告会不会离开 辩方基本上要抓他 辩方就质疑 郑总督察的口供没有提及 他用突遣女同事一起截停被告 而指另一个同事截停 郑总督察同意没有提及 郑总督察又确认在他口供里提及 当时怀疑被告是以歪曲贬选方式奏唱国歌 另外没有提及国安法或煽动罪 安法时驻守红磡警署突遣队的警员金冰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不是中国 金冰 公公称说 当晚大概8点36分收到指示 当时有报案人说有人在洪馆黄区 奏唱国歌时没有缩纳和唱英文歌 因此观察这个目标人物并不看到被告 金冰说 这是警员 当中国队得分时被告会拳头向下 到处无止 手部上下移动 另外另对得分时没有这个动作 金冰说当被告站起离开后 尾除他调查 期间看到报案人 郑总督察 金冰在紧急出口截停被告 首身时发现他的门票 保加利亚国旗图片 日本国旗等等 金冰另外按指示 翻回被告的位置附近找目的证人 其后再向被告调查 引述被告看比赛的时候 因支持保加利亚 又说自己不喜欢中国队而坐下 并确认有长见问过 金冰指向上司刘健行汇报 获指示记录被告的资料之后 将他放行 金冰返回洪馆之后 刘健行向他展示片段 为奏唱中国国歌时被告的情况 而刘健行说被告可能触犯侮辱国歌罪 金冰同意 刘健行于是下令金冰致电被告 被告有接电话 于是问被告是否愿意回洪馆作准一步调查 而被告回覆说 好啊 没问题 因此约他在洪瀚站等 大约10点6分 金冰在洪瀚站C3出后看到被告 对他搜身调查之后宣布拘捕并实施警戒 即是叫他回洪瀚站C3出后 叫他来拘捕你 哇 这个故事才觉得莫名其妙 引述被告说 因为我不喜欢中国队和中国国歌 所以没有唱国歌和没站起身 金冰就说其后要求警车到场支援 隔解被告回洪瀚警署 那是不是真的有说过这句话 真是口同比喉 喂 你这样说法 即是说真的是不是砌被告生猪肉呢 被告是否有说过这句话 哪有证人 就是全部警察 全部是Bias 你拘捕他的人 金冰他说的这句说话 即是被告说 因为我不喜欢中国队和中国国歌 所以没有唱国歌和没记忆 这句说法 是不是事实呢 没有人能够证明出警察 那你信不信警察是诚实证人呢 大家都很清楚了 所以你看看这件事 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金冰在辩方盘问之下 不认为被告受调查时的反应 异于常人 说他对答时和普通人没有分别 亦都没有自言自语 即基本上要裁他 他不是瘋子佬 他不是精神失常 他不要说什么自闭症 总之他要判他有罪 这就是他的目的 OK 辩方当然不会看这种东西 辩方質疑说 金冰的记事簿和口供截记录 被告第一次被截查时 声称支持保加利亚 是因为不支持中国队 所以没有站起身 长径民国 所以没有站起身 不是因为要侮辱国家 是因为不支持中国队 OK 即是这个是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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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支持 是因为不支持中国队 所以这个 没有站起身长径民国 喂 是因为保加利亚和中国队大 他支持保加利亚 多过中国 不是代表说他要贬低 敌视 不喜欢中国队 这个就是关文慧的一种 辩方的陳述和分析了 即是说 不支持中国队 不等于不喜欢中国队 是两件事 OK 我不认识你 我怎样喜欢你 但你说 你看搜狗频道 我支持你 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基本上的原则 你不可以说 不支持等于不喜欢 所以 那那个法官的详情 可以说 被告不支持中国队 没有提及不喜欢中国队 这样就是 这就是 不支持中国队 没有说不喜欢中国队 这是 实现 这个 这个是重要 究竟两个都有提及,记录不全面 金冰警员说是后者,记录不全面 重新当时为初步查问 因此没有一字不漏地记录,写下大概意思 写下不喜欢和不支持两件事 金冰又说,没有印象被告位置附近 有人衣着或袋印有迪士尼或pixar的卡通人物 这个说法就是辩方指出 被告实际上在警戒时,当日是为元素大刀会 即迪士尼动画的上映人 而女主角的配音是中国人 认为中国人为什么要支持美国抵国主义呢? 又认为当日穿迪士尼衣服的人 都是支持这个配音员和支持中国队 辩方继续说,当被告当时向警方警员说 是因为上述原油,所以我不喜欢中国队和中国国歌 因为这些元素大刀会里面,竟然有中国人支持美帝 所以这样才有这样的反应 因此没有起床和乘境问国 金冰说完全不同意 也否认因为觉得和案件无关而无纪录 这个就是关文为一个很成功的律师 我觉得是很棒的 即是他成不成功,打不打赢官司 他能够将很多事实挖掘出来 来作抗辩的理由 非常好 第三名恐慌证人就是总督察刘建行 刘建行确认当晚大约8点半收到总督察郑俊杰来电 说有人违反国歌法,叫刘建行派属下来这个部署 刘建行说当时被告没有松楼和唱英文歌 认为证据可能模糊,于是没有叫下属来拘捕 另外说当时没有向下属提及被告触犯国歌法 刘建行说后来由郑俊杰向他发送的片段 看过被告的反应和动作 相信一定不是正面情绪 因为有侮辱国歌的情况 因此叫下属作出拘捕 案件现在由九龙城区重案组负责被告 陈伯瑞,21岁,报清无业 被控在2023年6月16日 在香港体育馆内公开及故意侮辱国歌 翻查报导,洪管当日举办世界女牌联赛 中国女牌以3比1击败保加利亚 这个就是当时的情况 大家看看,这个就是新闻 两样东西,我觉得关文卫 极尽努力为被告陈伯瑞辩护 我觉得这件事很感动 我觉得是多难的地方你尝试去做 第二,一个辩护的理由就是 这个,他是 就是insanity defense 你以为insanity,精神有弱势 甚至他有自闭症 他未必那么容易辨别的东西 就算他辨别能力的话 他有原因 刚刚讲那个迪士尼动画的情况 他这样做 是他想的事跟一般正常人不同 他当时想的事 他不是说我要侮辱你国歌 是因为他有些事可能刺激到他 看到一个动漫 发觉到中国人支持美帝 不对,于是乎到处 他认识不到国歌这件事是要被侮辱的 不是这件事 他不是认识到意欲想去侮辱国歌 而是因为他本身 根本上是陷于一种 不知道的状态 有些脑坦脑残的状态 他只不过是说 觉得看起来的东西 觉得不行 于是会这样说 就是绝对 不是这样 你们讲一般人的情况来看待 乖民会去做这个defense 那我觉得成不成功呢 就看回 他要看今天 即是11日 星期四 他会再续审 就找精神医学专家 但是他监定 究竟是不是自闭症等等的问题 另外一点 第三点很重要的 就是说 喂 就算我当一般的情况 当是没有insanity的情况 一般其他人 不要说这位 陈伯瑞先生 其他人的话 面对这个情况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冲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人自危 随时大家落大快活 或者不知道什么商场 说一说 Do they hear the people sing 比一比手指 可能你会面对着国旗 打过国旗在你前面 你看不到 总之你是这样 被人拍到 咦 那你是糟糕 香港现在人人自危 即是每个人都不敢 真的有什么表情 有什么动作 有什么声音 基本上是没有真正的自由 是不是只是精神失常的人 或者精神又好弱的人 才有他的自由呢 是不是 即是我觉得这件事 我觉得很得人惊的一件事 正常人和不正常人 真的有重大的分别吗 这个很悲哀 第四件事 就是告密成风 今天是这个郑俊杰 他是警察 他拿到这条片去告密 那如果不是警察 那又怎样呢 你一个人普通 你在红瓣 看个馆 在新衣馆里 看到旁边的人 这样做 甚至在大球场里 看到有人旁边这样做 你立刻拿手机出来 拍 拍完之后 去国安议室補串 告密成风 文革2.0 3.0 4.0 5.0 即是说每个人 都是举报有掌 这个就是把人性 互相之间的信任 人的生活的安全 减到最低 而这件事 就是极权政府 最想做到的目的 实际是你个人 人人自危 每日自我審查 他不需要 天天要找 那么多的军警 来招呼你 也不需要 天天说一大堆 带来这个 坤来的 他吓你 用这些东西来吓你 这个就是香港人 现在不痴线 都变成痴线的地方 第五点更加重要的 就是说 现在这段片里面 这个故事 我怎麽要讲这些细节呢 我就是说 这些细节里面 很多的汁在里面 就是说 喂 你一个警 一个总督察 提告给另一个总督察 再派警员 在一个地方逗他 逗他 逗他呢 又不是马上拘捕他 因为呢 你找不到他住址嘛 你只有他电话嘛 那你急于拘捕他 所以才哄他 在红磡 那个港铁站 那个C3出口 那个地方 等 之后拘捕他 那么那个人 真是傻奸奸 因为 一个正常人 不会这样做的嘛 是吧 如果你要有时间 你要拘捕他 你拍了之后 你都要首先确定 喂 这个是谁来的 人名 地址 身份证号码 什么都没有 但是因为 有他的电话号码 于是乎呢 打给他 打给他 找到他 没有他的住址 上不到他门拉 就预约他在 洪馆外的地方 拉他 就是我觉得 如果一般 你想想一般正常的人 是不会这样做 所以他精神上 的确是有一定的问题 OK 所以我觉得 有个incentive defense 可以去探讨 当然啦 你说 是不是incentive 足够成为一个defense 即是不是sufficient 去做这个defense 你可以相抗 OK 但 这个的确是一个defense 你除非不融合 你怀疑你指出 当时 陈伯瑞先生 这位被告 当时 真是想侮辱国家 而不是因为 看过一个pixar 一个迪士尼的 漫画 动画 就说 当时因为有中国人 憎美帝 所以他 因为反美帝 所以憎了中国 不断胡思乱想 一看到中国国旗 中国国家 就这样到处目指 他的意识是 反美帝 保中国 是不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怎样侮辱国家 怎样主观意图 这就是关文蔚的defense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警方用一种 引诱 entrap 去拘捕你 去arrest你 这种 这样的手法 很多人害怕 即是他今时今日 捉到电话 各位 你拿了电话 我是警方 我是警员 即是 他现在不说警员 是什么名字 我是这个 洪磡区的 这个助理督察 什么什么 不知道可不可以 方便跟你聊聊天 在哪个地方 约你等呢 就这样了 你千万不要去啊 去正拘捕你了 即是现在的警员 就是这样做事 他不是上门 拉你 是不是 他不是落了波轮 各方员 拉你 他引诱你 就拉你 即是 很多人害怕 香港是什么社会 即是我觉得 以前在 七八九十年代 香港住 尤其八九十年代 我有很充分记忆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个 相当 范名吹散的地方 今时今日 香港搞成这样 即是 唉 即是 一行眼泪 对于弱势 对于这样的人 用这样的方式 来对付他 你会觉得 你们这帮警察 你们这帮这样的人 你维护着什么呢 一首国歌 就算被人家 杜树母子 伤到他半分吗 接着你用这样的方式 来对付他 你有没有良心 你有没有人性 你有没有基本的 仁义道德 你为了一个 今天的极权政府 为了一个五星 赤旗 去保卫汉湖 一个总督察 拿着这个镜子 来拍摄别人 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 OK 不止是荒谬 是一个缺德的一件事 那些缺德 好 讲太多了 那我还有另一件案件 讲的 但是我想要下一节 才和大家讲 下一节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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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